付出,我们现在的立场,这就是我们的欲望 我们要有相当的地位,我们看政局的问题 今天我们可以看边的人,请社会的经济 不是因为三个关系,那就是他的精神,他的态度 台湾民政府,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未来台湾民政府 政府行政,高级的行政一级主管 你知道吗?你有事吗?未来就是要做一个最高的一个高的 所以我们要做高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自己的态度 一定要如何?要改,对吗? 我们以前的习惯,我们也是要放弃,马上改变成一个 为民设想的一个歌 为民设想的一个歌,文章不是简单,不是好做的 对不对? 人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就很会收起 所以我今天这个时间,非常感谢很多人 也同样,有一个旁边的人说 傲人,在这里,在这里为了台湾打拼 这种为台湾要付出打拼的人去手,我看看 真的来到这里为了台湾 这就是李游地府的地方 我本人是古山族 我的民家是北南族 上面这里是泰雅族 所以我的族群叫被淘汰族 被淘汰族 我的名字叫阿拉特 好,你很標準 一、两、三次 你知道吗? 你若是不记得,永永远要一、两、三次 三次 我们来到这里,一次不成功,一次又努力 第三次,绝对成功 对不对? 会成功吗? 对 你们是非常好的 你们是好好的 前几年的时候,哪有冷气?哪有充风扇? 我跟你说,流干流到臭蜜蜜 冬天冬到寿寿球 可怜比爱 早期的人不知道有房子,没房子不知道 你们现在买房车第十车 你看看,第十车是怎么 你马上变了一个肝 你敢没想到 千万人中的一人 当下你必须 争取你所取得的,得着的这一切 你要有这种的时刻 你才会去争取它 我是想说 我每天晚上去去,我会去说 我的感觉是说 我膝不上手 不用做多好,好困了 真正的 因为这两年前,我带一个日本人 给众议员来到我们民进府这 我带他去争取,我就想说 介绍日本的建设,早期,日本 日本这些人都在 他们的建设 他们那种的建设 跟早期的故事 给他说 要这样做一个解说 我们一个邮软车 我就这样说 我这样说的是 向邮软车 举了不下去,进去煞车 我就地蹦 刺在那里去。 加速台大的 好像听到 我上管的声音说 挖!煞! 不断了 Youtube 从这开始 我就不得能走路 手腕力摸到现在的一样 摸得是 我是想非常痛 说这条路走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继续走 但是我再受到 今天 今天如果是為了我們自己去思考 我們不走出來 有些人你會怕怕順順說 阿公都也是你 本來這事情要完成 結果是為了你自己本人的思考 你自己的利益 你放棄 讓我變成怎樣 讓我本來得到夢 結果都沒有去 那時候你的學會 你會怕怕順順說 都也是你 我們看到我們怕順順的事 我們要有一種的看法 回到現在誰是一個年輕人 你看在這兒的年輕人 跟娶婆的 敢不敢結婚 敢結婚的年輕人想結婚的幾首 想結婚的很多對不對 為什麼不敢結婚 OK可以維持家庭嗎 愛情可以因為沒有財物 然後呢會愛你農我農到底 有可能嗎 結婚之前農我農 你看那海多寬 我的愛就沉入海那麼的寬 親愛的 你看海多深 我的愛就像海那麼深 女朋友聽著 你也有望叔叔 你知道嗎 寶貝 你真棒摸著我的心臟 你知道嗎 你看星星 多麼的美 您在我心裡就像星星一樣的美 那個女孩子聽了 也望叔叔你知道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當結婚之後 你是怎麼不一樣呢 早期的時候 你不這樣呢 婚前婚後絕對是不一樣 其實這個人完全沒有改變 因為他就是那樣的性格 只是在你結婚之前 他一定把最好的獻給你 對不對 他把那個他自然的樣子跟生活 還會隐藏一下 而結婚之後呢 他就赤裸裸的 把自己陷在你的面前 你就看見他以前沒有的他 你就開始對他有一個什麼 哦 當初不是這樣呢 你交男朋友了嗎 你有男朋友嗎 沒有 真的還是假的 正在努力嗎 你不是想結婚嗎 很有膽識 給他鼓勵一下 我跟你講 台灣民政服執政以後 我是盼望你們在座年輕人 馬上結婚 為什麼 這邊有沒有高砂組 高砂組幾首 你們結婚了嗎 你們很幸福呢 高砂組結婚生一個孩子要多少 200萬 你要付100萬啊 補助100萬 每生一個100萬 所以有少年說 這樣好 我要嫁給高砂 當時的100萬 當時一變就是用什麼 美金 對不對 我沒有講哦 所以 為什麼 51萬到120萬 他們現在是51萬 民政服 為了要顧念 使他們完成達到125萬 人口 在這個階段裡面 盡量生孩子 我們必須要關懷弱勢的 高砂 我們不是區分啦 我們是一視同仁 但是我們老客客 老客客 又好 你知道嗎 這個月以後要拿多少 啊 知道嗎 啊 啊 金800的1200 同等於3萬6 哦 你知道嗎 3萬6 哦 我們就換送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來接住去日本這途 可以嗎 每個月都3萬個月啊 哦 我們的孫子不用去煩惱 三十八月怎麼辦 一棟房子 對不對 我們還煩惱什麼 是不是 他們的工作 我們現在做工的 我們三倍以上的薪水 多好 你知道嗎 所以你來到這裡 要有一個親心的人物 我來到這裡 我不僅從法理認識台灣整個問題 我確信唯獨法理才能解決台灣一切的問題 你必須拋開你的情感 早期我支持什麼動 我做什麼 都沒關係 過去就順好順都好 我們今天一開始來到這裡 經過上課後 比較知道說 啊 原來 哦 法理論述 說明了台灣主權的地位 所以今天台灣 的狀況 今天台灣的現狀 是什麼 知道的幾種 現在台灣的現狀是什麼 現狀是什麼 是誰的 日俗美戰 我們大家一起唸好不好 來 日俗美戰 啊 不了解幾種 為什麼日俗美戰不了解幾種 都遲到對不對 好 那今天台灣 既然是日俗美戰 能不能夠獨立 沒有人說 那台灣獨立 可以嗎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為什麼不可以獨立 知道嗎 為什麼 剛才說日俗 是誰 美戰 台灣是誰佔領 美國佔領 我們身為 我們身為一個 身為一個本土台灣人 一定要相當的清楚 一定要相當的了解 為什麼 我們剛才提到 台灣民政府的執政團隊 你即將成為一個高級主管 你法理 一定要 那個根基 要清楚 不要執政了以後 你就偏向共產國家 美國馬上就干涉 對不對 所以美國非常的 啊 注意我們每一個行動 所以我們對法理的根基 一定要抓好 否則你執政了 或馬上變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 所以今天要身為 一個台灣民政府的 一級 高級的主管 我們都必須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否則你以後這個路 非常難走 非常非常難走 而且 到時候 你以前都會拍一拍 說你這個流氓政府 人家是沒有白酒 人家是沒有那個 但是有這天你執政了 一樣 說你原來是怎樣 你現在也是一樣 因為你沒有完全的改變 你必須要弄得清楚 今天的立場 所以我們當我們接掌了執政的時候 台灣民政府的宗旨是什麼 有人知道幾種 為百姓設想 對不對 這個就是根本的問題 我們今天為百姓設想 沒有自己的 你的思維 沒有自己自私的想法 你要拋開自己 因為他公仆 公仆為什麼 公仆叫做完全犧牲 完全奉獻 對不對 公仆就是那個仆人的仆是 恨 恨 恨就有聽話而已 叫做聽話照做 但是他並不代表來控制你一切的行為 他如果在你的職份上面 你必定是照中央的指示來去執行 為百姓 為百姓設想 才能夠在短期裡面 百姓因為你執政 他就得著應有的福利跟義務 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今天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看見 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思維 台灣民政府今天的執政團隊也是一塌糊塗 一樣的 馬上就會形成 我今天是在說這樣 不好意思 那個好不好 還想過補了 一樣 是不是這樣 我們很容易 是不是 要執政的那一個晚上 隔天那一個晚上 要執政進場 我準說有一個 他會放你的頭前 叫他說 不行啦 不然你就怎樣怎樣 一個放在心裡會上人 會不會 還是說一百塊放在那 兩百塊 沒有要插 一千萬 考慮一下 但是說 我如果要命 一個放在那 不好意思 就不一樣 要說怎樣 看旁邊有人沒有 看電話有堅持器沒有 他會注意這種動作 這個動作就好了 所以我們人人心難處 貪心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對 斷念難 走到這裡 你看他的堅持 為他頭到會 始終如一 我這個人的批評 我這個人的批評 我這個人的 指責 抹黑 他還是依然是我 你知道嗎 為什麼依然是我 他知道 他知道法律是正確的 他知道這條路是架槓 不能因為白人 或是外面的 誰的 誰的 因應到 他對這條路的看法 他會改變 不可能 所以他的堅持 知道今天 仍然如一 以前 現在人 志工 越來越激 以前 坐在那裡 晚上坐在那裡 看你們 睡著 他起來 他怪問 七頭腳 七頭頂 白衣 都是他一個人 吃飯的時候 他站在那裡 煩惱大家去吃飯 吃飯後 他起來吃 一個領導者 他告訴我 一個領導者 他有一天 你帶五個人 出門 告訴我 沒有飯堂吃 什麼都不像剩下饅頭 我請問 你是一個領導者 這你五個人 你要怎麼處理 給他們吃 給他們吃 那你不餓死了嗎 你餓死 你怎麼領導他們 那就分著吃 分著吃 他一起吃飽了 還有沒有更好的意見 不錯有沒有 一個領導者 一個領導者 秘書長給我一個歧視 這蠻桶 對不對 你說的不錯 來 你吃 不錯 來 來你吃 噴噴的 沒有 你怎麼沒吃 我吃飽了 你吃飽了 你看看 那個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你吃飽了 對不對 團隊不是你個人 身體你看我的身體 我有頭 有頭髮 少年的是黑溜溜 老的是像兩隻而已 我這樣看起來 像吐司流 有像嗎 有像吐司流嗎 我以前很帥 你看我的S 他的頭髮好棒 我媽是說 現在沒辦法 這樣沒辦法兩隻而已要怎樣 對不對 以前很帥 但是我有眉毛 彼此有眼睛 但是眉毛站在眼睛的頂端 眉毛的眼睛就 突然說眉毛 你幹什麼一直要在我的上面 你下來啦 我不要你在上面 好一點吧 眉毛順服 好啊好啊 我擺在這裡怎麼可以 擺在這裡有成人嗎 有可能分開嗎 團隊就是有你有我 你照著你的天賦 你照著你的職份 你照著你的天 那個才華 扮演你該扮演的角色 然後我們各盡其此 完成一個大的目標 向著標杆直跑 這就是我們必須要有共同的看見 團隊的意義就是沒有你沒有我 但是在食指裡面有你有我 大體裡面沒有你沒有我 看不到每一個個體 只看到一個大的身體 那個功力那個泡完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是一樣共同的目標 這麼多的人腳步就一個聲音而已 啪啪啪啪啪啪啪 沒有是啪啪啪啪啪啪 一致的 那成功就在望了 團隊我們必須有團隊的看見 團隊就是一個大的身體的展現 那個展現 但若是說 在團體裡面有你的意見 有他的意見 有他的意見 都沒有一個共識 我跟你講 你你老人 要執政騙人的 我們台灣人比愛就是這樣 要穿一個歌 你感覺 歌會怕 馬上穿歌 好 這要怎麼說 台語要怎麼說 親子要怎麼說 阿嬤君怎麼這樣 捏起來 本來這樣柔柔的 要這樣笑笑 好 做歌之後 目睫就這樣 走路過外 好 腰又立 走路都要嚮拜 做歌 做歌都結了 都重點起來 比愛 我們做歌 我們也要柔 看著人家 一定好 哇 你很漂亮 你聽到爽口 對不對 你團隊 你必須要有親和力 你必須要有那一種的彈性 黏著 我 我沒有看到你 我好想你 我沒有看到你 我好想你 我們要有這種的感覺 這個團隊 才能起作用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必須要了解 我們今天 我們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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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博士是弟弟 專業領域 頭部 但是你要有橫向的經驗 是不是 一個父親 他不僅僅要扮演 父親嚴厲的 那一種執勤 他還是有時候 要扮演母親的慈愛 母親的細微的關心 我們現在台灣的教育 尤其是我們做爸爸 孩子要向你講話的是 我是你的老爸 本來要好好跟你親近 是什麼 那個 起那個口吻 孩子會害怕 你知道嗎 我早期 我早上 一聲 我們馬上就 閃邊 你知道嗎 日本人都很厚 日本教育 日本教育 日本教育非常的嚴格 哎呀 對不對 那後來 小孩子會不會跟爸爸親近 不容易啊 不容易 這個教育要改 其實我自己都不行 我也是學習 我也看見我的女兒 小孩子跟我聊天的時候 我就 一句話兩句話就沒有 我都要去談心 你知道嗎 所以那拖不掉 那種教育啊 拖不掉 我們必須更深的去了解 探討 要我們做主觀 我們也要一樣 要有親和力 親和力不是表示我要求你 不是 那個親和力讓他相信你 讓他覺得沒有你不行 你要去攻心得心啊 不是管人啊 嚴厲的管 那個制定的制度 他是死的 但是需要有愛來自論跟扶持 我們才能夠同輩建造 我們才能夠在這個地方 建造成為一個台灣民政府的大身體 那我們走出去 人家一看 哇 所以在日本 我們去幾年 我們去都是穿十一路 雖然不是高級的服裝 最起碼宜製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去大飯店吃飯 都也是一樣 經濟 這三年來 日本人開始在團 你知不知道有一個人 都穿黑衣服呢 那是台灣民政府 喔 他比我們日本人更日本人呢 本來我們是天皇的城民嘛 我們是天皇的城民嘛 對不對 當然我們比他更是日本人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看見 他說現在大家在團 我們坐車 我們都很經濟 這三年來 造成去慢慢慢慢的 形成了一個話題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世界上的人類 都一直用他最明銳的眼睛 在看你們的行動 當你當一級主管的時候 你就在哪裡 那個平台一上去 幾百個探照燈在照你 透視你 你稍微有一個瑕疵啊 那個什麼 那個記者就會跟著你後面 馬上報紙就等你了 因為你是一級主管 你不再是你 你不再是自由了 因為你是公僕 當你體認 當你了解 這一切事情都是解決 都能解決 因為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知道我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因此我們現在 已經進入到另外一個境界 我們更應該 更應該了解 身為一個台灣民政府的執政團隊 之前 除了剛才所講的這些 我們還需要進階的 了解到 厘清日本台灣與美國真正的關係 現在我們剛才講過了 日本與台灣的關係是什麼 日本跟台灣 台灣是屬誰的 不是日本的 是日本什麼 天皇 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呢 美國的關係呢 跟台灣是什麼 是占領者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弄清楚 這個是主軸 你們將來要考俊首 你們要考 這都是課題 你們要弄清楚 好 我們有三個點 你要去做 就是一個執政團隊 剛才講的要有智慧 跟態度的改變 然後再來是親和力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宗詞 它是為什麼 我們必須要聽清楚 台灣民政府的這個宗詞是為什麼 我們一定要注入在你的腦海裡面 一定要很清楚是為百姓設想 今天流亡政府是為自己設想 所以台灣人民是苦哈哈 對不對 我們必須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了解 今天我們必須從法理上認清 從這裡我們先 這個就是將來你們要考試 都可能有的 1907年的時候 海牙第四公約的規定 第四公約規定裡面什麼呢 領土在敵方 敵人軍隊的權力控制之下 就是什麼 在敵人的控制之下 就是被佔領 對不對 被佔領 這個一定要知道 這個領土是被那個軍人 北國家的軍人佔領的 而控制那就是佔領 所以由此可以看見 日本台灣在戰敗之後 戰敗以後 1945年的10月25號 日本天皇向盟軍投降 他向盟軍投降 因為戰敗了嘛 因為戰敗了嘛 因為投降 這個投降典禮 這個意義呢 是代表著什麼 交戰國 美國總統以日本天皇 他們怎麼樣 他們怎麼樣 美國總統開始 從那個時候 這個典禮是 開始宣誓 美國總統開始 佔領日本天皇領土的開始 他們才有那種儀式 才有一種儀式來交接 交接 所以呢 這個就是屬於戰爭法 交戰國佔領的一個開始 當天並沒有日本 這邊是重點的 你要知道 第一個台灣是被佔領 第二個台灣這個重點在這裡 當天台灣呢 並沒有日本台灣領土 移轉給任何一個國家 這個就是 就要請求 我是歐洲的 我來請 我用強勢的奪你的家 我已經把你的家佔領 你為了生命 你一定要得到嘛 不然這樣 到時拼拼兩隻我就死了 所以你得到 你得到我贊娘 我贊娘 我贊娘我敢不然 我肚子可以移轉 我可以過賣嗎 我贊娘才可以過賣嗎 沒有過賣 但有一天 他贊娘的人 我想要把房子賣 可以不可以賣 為什麼 他沒有什麼 所有錢壯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看見 今天的台灣 雖然被佔領 佔領 但是被美國佔領 但是這個呢 並沒有移轉給任何一個國家 有沒有給中國 有沒有移轉給中華民國 所以今天台灣還是誰的 這是基本的認識嘛 以前有沒有受到這樣的教育 沒有嘛 都騙人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台灣沒有移轉給任何一個國家 為什麼台灣是屬中國的呢 北策嘛 北策嘛 10月25號是台灣的什麼 光復節嘛 何來光復 哪一個打工 哪一個打工打台灣 轟炸台灣的哪一個 日本的幾個 很多人都去問 說 轟炸台灣 日本人啊 日本人住家 可以拿白人炸彈炸自己嗎 這個邏輯行不通嘛 對不對 是美國轟炸 是美國轟炸嘛 所以呢 那戰林我們已經看見了 但是戰林 他在投降的典禮之中 他交給移轉 但是他沒有把這個領土 移轉給任何一個國家 所以直到目前台灣 仍然是怎麼樣 被佔領的狀態 台灣直到今天 是還是佔領的狀態 所以對日本 台灣而言 從1915年10月25號 美國對日本台灣的領土 他是一個征服者 他是一個征服者 來執行佔領權利跟義務的開始 征服者他具有權利啊 來觀禮啊 對不對 所以他是來征服 所以因為美國戰爭法中 他唯一 唯一的日本台灣的地區 主要的 他是一個佔領者 他是一個佔領國 但是 蔣介石 當年他的 跟美國是同盟國嘛 所以佔領之後呢 只是 把這個 台灣 這些佔領的國家 暫時委託 記得喔 是委託而已喔 暫時委託給次要的佔領國 是誰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所以呢 所以不能因為這樣就改變了日本的領土 歸屬 對不對 因為這個樣子改變日本的領土 這個歸屬 那是錯誤的 所以因此 因為這就是國際法非常嚴格的定定 佔領不得怎麼樣 我們一起唸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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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定要記得 佔領不得地傳主權 所以不可能你是台灣是中國的嘛 對不對 這非常明確非常肯定的事實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看見 佔領這個是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一定要記得 台灣誰佔領 今天是台灣誰佔領 就是美國佔領 所以一定要有這樣的看見 那有沒有移轉呢 被佔領以後台灣有沒有移轉 移轉給什麼國家 沒有嘛 所以呢他現在的狀態 還是被佔領的什麼 狀態嘛 對不對 他沒有移轉給任何一個國家 何來的中國 中華民國 所以他只是中華民國的關係 只不過是美國委託他的嘛 是不是 所以美國委託他的嘛 所以呢 我們必須更進 佔領不得一傳主權 這個是我們要既定 向我們即將成為一個 一級主權一定要了解的 佔領不可能移轉主權 這是國際法所定定 戰爭法所定定的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爸爸 你拿錢 把我打到這樣 我就怕 要我得 說這處是他們的 他們的 他也沒辦法可以移轉啊 對不對 所有權在我的手裡嘛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這樣的一個看見 跟認識 在1866年 美國最高法院 APA就是說 單方面 米利根這個案子 他做出了一個判決 他指出什麼呢 軍事政府在美國領土外的這個地方 在戰爭的時候 要辭行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在美國領土以外 發生了戰爭的時候 才由美國政府來執行 或者他在國內裡面 發生了叛徒 在國內裡面發生了戰爭 或者內戰的時候 美國軍事政府才做 出來執行 美國軍事政府的任務 這個是在高等法院的針對 這個案子說明 換句話說 軍事政府佔領軍隊 被佔領的地區執行 這個政府的職權的管理當局 所以今天台灣 是被美國佔領 所以他執行了軍政府的這個執行權利 所以軍政府有沒有離開過台灣 沒有啊 對不對 那我們看見了流亡政府 他是違法 但是我們看的影片有沒有 你看那五片的影片你就知道了 那個都是CIA做給我們看的 台灣人還是看不懂 對不對 還爭兵啊 黑白來 泥 你要做兵的役 Kia pallد 你會賺很多啦 我們要像他 一個一個的算帳 你做幾重 兩重 那兩人都要背給我們 我告訴你 因為它是違法在先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要記 你要算多久喔 你當時是賣的 當時出來 以後我們算到 這兩線 什麼線都要想 我告訴你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所以說 我們今天在台灣 軍政府只是一種的暫時 或者臨時的狀態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 既然佔了台灣 那何時要結束呢 這就是我們共通點 什麼時候這個佔領 到底到什麼時候才能夠結束 我們必須去看見 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軍政府 軍政府何時才會結束 佔領去的佔領 化工 金馬和平條約 或者說這個 這個生效了以後 這個軍政府就自然消失 有可能嗎 不可能嗎 一定要透過美國國會 美國總統 宣佈結束才算數 你沒有宣佈他不能夠 他不能夠 他不能夠 所以國際間這個實例 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參考 在那個加利福尼亞州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為一個例子 該州原屬於這個摩西科 摩西科所有 但是到了1846年4月25號 美國跟摩西科發生了什麼 戰爭 發生了戰爭 美國國會才有怎麼樣 才有這個 才開始有宣戰權 所以在5月13號 他真是向摩西科宣戰 向摩西科宣戰 到了1847年的1月13日 13日美國佔領了這個加利福尼亞州 然後到了1848年2月 他們兩國呢 之間就簽署了 簽署 簽署了合約 所以到了7月4號的時候 生效的和平條約 這和平條約第5條裡面說 加利福尼亞州割讓 他因為是被 失敗了嘛 敗了嘛 所以完全割讓給美國 這個條約生效以後 記得齁 生效以後 加州民政府在成立之前 生效以後成立之前 當地發生了什麼 稅務的糾紛了 因為國一國之間的稅務糾紛 就開始產生了 那問題的真點點是什麼 那問題是誰來管啊 被佔領了以後 對不對 簽署了以後 誰來管呢 台灣被佔領了以後 誰來管呢 就政府來管嘛 對不對 君政府當時呢 就是委託給蔣介石 流亡政府 這個情形 所以究竟 我們要管轄前歸屬 我們就必須要去 相當用心的去研究 這個和平條約生效以後 軍事政府是不是就這樣的解散呢 或者說 軍政府就自動的消失呢 No 不可能 答案很顯然 軍政府在和平條約生效 它仍然是存在的 它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其實這個法律的根據 在18500年 美國最高的法院 這個 弗尼米這個patch裡面 就是說 在這一頁的案子的判決 美軍雖然佔領該地區 但是佔領不得已轉出權 這是國際法 一直不變的法源 一直不變的定律 一直不變的定律 那問題是 這個佔領區的這個國際法裡面 它會形成一個叫做關稅領域 關稅領域 作為一個叫做特區 關稅領域就是一個特區 所以到了1853年的時候 美國最高等法院的 Cross這邊是一個交叉 交叉 這個案子裡面 它根本就是說明了一個叫做 加利福尼亞州這個軍事政府 這是因為管理上它的需要和目的 所建立的 但是呢 所以它不因為是和平條約的生效 而消失 它是仍然繼續存在的 所以台灣 這個地方 美國佔領 每個軍事政府 仍然是繼續存在的 知道了 國會寧定了相關的法律取代 或者說 這一塊獨地的佔領地 建立了一般的民政府 就像我們今天的 建立了一般民政府 民政府是戰爭法賦予的權利 你佔領著它必須馬上去扶正當地人民 成為人民政府 叫做平民政府 建立了這一般的人民政府之後 最後美國軍事在加利福尼亞州裡 直到1849年12月20號 被什麼 加州的民政府所取代 我們的過程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有權利在 所以才開始宣布結束 但是我們的過程 還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回到了軍政時期 我們要先把自己回到軍政時期 然後一段時間 把整個台灣也差不多20年左右 差不多20年了 整頓整頓都要20年 之後可以配合 是不是恢復到天皇 效忠天皇 這都是一個過程 我們先把現在目前的狀況 回到軍事政府 之後我們看見 美國軍事政府對日本台灣的管轄 在1945年10月多少 25號 那個時候就開始啟動了 直到今天一直沒有改變 所以到了4月28號 究竟上和平條約生效 那生效了以後呢 這個是不是要消失的 沒有消失嘛 那時候呢還是一樣沒有消失 到這個是一個非常肯定的事實 不因為這個究竟上和平條約生效 而這個軍事政府就消失了 不因為如此 所以對日本台灣而言 美國軍政府的管轄 如果要結束 如果要結束 一定要由美國政府明確的宣布 如果沒有宣布 在台灣的軍政府完全沒有消失 仍然繼續存在 這個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一定要明白 然而台灣民政府 這一個代表林志生 林志生還不認識的幾首 你看 他會怕 不認識林志生的幾首 大家都認識對不對 因為林志生從華理論述 看到了台灣 這一個舊金山和平條約戰爭法 才知道說 啊 這一條路 絕對可以解決 台灣民政府 不 台灣人 所以因此 他在2006年的10月2日 控告了美國總統 控告美國總統 我相信你們上網去看 有人跟黑白共 控告 有沒有實力 有沒有證據 有上網的幾首 有官網的幾首 有沒有他連夜日都有 你們要弄清楚 這個都是一個實際的證據 所以控告美國總統 在2009年4月7日 美國高院判定台灣人怎麼樣 無國籍 台灣人無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的戀意中 承認美國還在佔領日本台灣 所以美國行政單位要協助日本台灣 這是他的責任 這是他的義務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見 台灣人無國籍 你們現在的Pasport是什麼顏色 那綠色表是什麼 綠色是一個叫做流亡政府 是沒有國家的 有人出去為什麼說 這入關的時候 你說對不起 你要塞200塊 美金塞多少美金 出國的人有沒有這樣被雕過 為什麼 因為你的Pasport是綠色的 綠色叫做沒有國籍 是流亡政府 所以是我們是台灣人無國籍 你們敢是 我們敢是中華民國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中華民國 它只不過是流亡在哪裡 所以簡稱成為中華什麼 台北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見 那另外呢 我們看見 台灣 台灣是無政府 台灣有政府嗎 那中華民國 政府是台灣的政府嗎 不是嘛 為什麼你們懂 為什麼你們懂 為什麼台灣人 這麼多人不知道呢 因為你們來上課 因為你們有智慧 很多台灣人 沒有智慧 他們自己認為 他們有知識 知識 敢不敢講 知識 若是沒有在生活裡面去經歷 它不能化成為你的智慧 不會成為你生活的常識 我們需要有智慧去判斷 這麼多人講 你們都不清楚 到有一天 我們先說的是 啊 我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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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哭了啦 對不對 好教授 你今天會來 對不對 好教授 我們會來 來 我們手走走走 向你的偏 好教授你來 來 好教授 我做一次啦 後面沒有 這樣不行啦 嚇到罐罐罐 好教授你來 好教授 好教授 好教授有你 好教授有你 好教授 台灣才會成功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好教授 我們說好教授 好教授 好教授有來 對不對 沒有這樣 我們留學生 留到沒有 沒有面子 不要 不知道 後面有一天 阿嬤 都也是你 你的教授 都也是你 我怎麼啦 你也不知道你怎麼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教授 我們有這種地位 來瞭解 台灣人 沒有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哪裡 台灣人生活在哪裡 政治的什麼 有人知道 政治的戀意 你不是政治的戀意 你有感受嗎 你也吹冷氣 對不對 對不對 有電 家裡也有那個什麼 有電腦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五十寸的點席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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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你的政治的戀意 什麼叫做政治的戀意 哪 沒有金的戀意 沒有政治自由 你呢 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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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高砂族有人說 雞湯兵很厲害 我比雞湯很壯 不錯 年輕人 你看 徵兵 這是違法的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沒關係 我們來討 民政府替你們證據 你兩湯 你幾湯 兩湯 我四湯 我比你多 你五湯 你五湯 以前有那個民進黨 第一特首規格 都偷國啊 那就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你覺得哪有哪有 對不對 中華民國有國民黨嗎 沒有 問題是 你要在法裡 你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我們今天在法裡 然後今天影片給你們看了 中華民國所行的在台灣所行 都是違法的呢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控告美國 是因為他在 他沒有處理台灣的問題呢 對不對 所以在高等法院判決 今天台灣仍然是無國籍啊 判決今天台灣仍然是無政府狀態啊 判決台灣人民是活在政治的戀意中啊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文采來控告他們啊 是不是這樣 政治的戀意中你們深深的體會 對 現在在外面你要求本事 要求抓抓抓棒的人是什麼人 台灣人 還有人 還有人 我們是老漢子 你知道嗎 老漢 還有嗎 沒有嘛 什麼人 是什麼人 不要嗎 那不是台灣人應該做的事情 為什麼 你敢不去思考 一個阿嬤在高雄六合路 高雄六合路 是四個大學生 他兩點就開始 他的腳 沒力 但是他撒的東西多大你知道嗎 抓棒 保特平 他是這樣做到 沒問題 那七四個大學生 台灣人 文釋是非常感動 你敢不在 還有人騎摩托車 你敢不在 好 後面兩包 三包 後面 旁邊這裡兩包 頭前北斗這裡兩包 這邊還有一包 騎摩托車 這樣 眼睛又這樣 好 往後 你敢不在 看到那個文釋是台灣人 其實好 比愛的啦 老人要玩的嗎 老人要去桌子上 吸一個 喝一個茶 來打什麼 馬竹 他也說老子有錢 對不對 你也算什麼 老子有錢 你看看 這種的 肝是公平 對不對 其實 我們一早的流亡 一早的魅亡 但是你們這台灣人 傭台灣人 還在抱他的項腿 對不對 我是想說 三民主義 海內海外 統一信念 你怎麼說 你知道嗎 一樣 我剛才說的 他用自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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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的主義 海內 海外 統一信念 他早就說是死了嘛 那就是你們說人要去抱他 還是抱他的大腿 他說什麼人的主義 三民主義 什麼人的主義 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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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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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就跟你講一次已經流亡 已經完全滅亡 你要再在哪裡 救死我 換水 換什麼水 你還會說 換水 換水 我們要了解 我們要有體會 對不對 我們要搞掃 我不知道怎麼 反向我裡面會感受 無所難的那一句 難以後無法堂堂葛城 難以後要有一種的心底了解 今天好教授 台灣民進府林志森 看到戰爭法 了解今的和平條約 人家正直不了解 說好教授 吹到一把這條路了 招集 難忘 逃逃走 人家有參謀 接頭運動的野獎 有嗎 人家說 台灣人 有嗎 結果台灣人人去哪裡 人家賣五十幾年 也是一樣在這裡 阿扁紅花 對不對 這不是我們不對 那是你找不到 你隔壁房間 對不對 你隔壁房間 他看到哎呀 法理 所以法理跟我們說 你要放棄 拋棄你的情感 你要飛到華理的路處 看見只有這一點 要解決台灣的問題 法理能解決台灣的問題 起手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懷疑的 沒有 哦 聰明 你是自己 走來這裡 還是人家介紹 還是你爸爸媽媽 拿錢的 阿 爸爸壓你 是你實驗來的嗎 是嗎 真的那麼聰明 給他鼓勵一下 年輕的朋友 你真是幸福 你真的是千萬人中的一人 我告訴你 你要尊重的體會到 是台灣人的媽媽 台灣人的阿嬤 這是台灣人 你要真正的痛丁失痛 今天這一種政治的戀意 就是台灣人 老人年輕 老公阿嬤 在鄉下 胖梯的時 孫禪 要孫禪嗎 免棄棄對不對 腳 要讀自己的時 要準一下 你爸這樣做嗎 這樣喔 對不對 是台灣人耶 有鼻子嗎 有鼻子嗎 有 要教授 不要想要所有的人知道 我今天來到這裡不是白費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我就是 了解整個台灣 要改革台灣的問題 其他有路 其他有方法 有 我都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發力 給自己鼓勵 你們今天的努力 你們今天的打拼 告別人驚訓 好改 阿公 你就是大大 你就是勇敢 我們 完成了這種的進步 讓我們 過得非常好 四年開始 不用花錢 到大學 報紙都不用錢 政府官 我帶母子 我帶母子 不用拿紅包 政府來為你辦 為你辦 為你辦 這樣有好嗎 好 老人 不用怕 不用怕孤單 大家等一下說 孫子 阿孫喔 有錢嗎 錢要搶 搶起來的時候 很不知道要怎麼搶 我們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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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想要說 沒有錢 你知道嗎 不知道要怎麼說 他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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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不知道要吃什麼 家人又沒關係 水水 流流流 他還可以 支揚 對不對 鴨菜 還可以做 你住在那裡 住在沈順 你怎麼知道 要住在樓梨 看到樓梨的狗 裡面有毒 是不是 他生的 化學太多了 是不是 越偏了 你知道嗎 你看到這裡 沒飯 人家吃 台灣人很多 孩子 你看 肚子搖搖到死 你 台灣人 說什麼 福利國 台灣人 所以說 我們現在壓的人 太多 太多 你敢有這種的感受 你敢有這種的衝動 我一定要改革 但是用感情敢不可以改革 沒有 大堂改革 必須回到法理 所以你要認知 你抽中的台灣 新台灣論 你一定要了解 你可以站在石子路口 大聲的向台灣人民說 我站住 人和代要處理 他要有法源 對不對 不用站住 我們有立場 我們絕對會告訴所有的人 我站住 我要轉 我們現在起來 我們努力打拼 將所有的流氓 整個掛出 這是我們的目標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努力 我們要打拼 你看到 這個董哥姐都不聽話 幫我用這個 因為我手把沒辦法可以用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要對我們自己說 好的 我自己來到這裡 你有感恩的心 感謝 介紹你的人 沒有意 沒有意 你不願意來到這裡 對不對 因為意 你來到這裡 你看到一個 新天新地 你比較吸收到一個 非常好的空氣 你比較想說 喔 這個人生天堂 唉 好 告訴我 那個中山 我很很討厭的人 給我撒一下 這次 搞不好 變成 你討厭的人 成了你的恩人 所以我們要學習 感恩的心 好 我們必須做一個感恩的心 兩千三百過的人 獨獨 你們幾個人 可以知道 到這裡 那表示你有地位 你的順口 順富 所以簡單的相信 你就得著更多的豐盛 簡單的相信 你就得著更多的權利 簡單的相信 你就營造出更美的環境 不要太多的複雜 要簡單的相信 所以台灣人 了解這條 我們要了解 台灣生活在政治的另一種 你看看 很多人 台灣人 白色老 為什麽 為什麽我的家 為什麽 為什麽我本來這時候 阿公阿嬤老的 偷地 為什麽我 麻生一個集團 占有起床 為什麽 白色老 蛤? 白色老 哭泣 台灣人多少人在那裡哭泣 你敢知道 你敢有貪圖過 你敢有貪圖 你自己的感受 解解台灣人 在那裡哭泣 為什麼把那些污染的東西放在我的部落裡面 在產生在那邊抗爭 但是有好嗎? 白色老有好嗎? 空間有好嗎? 因為你在哪裡? 你在流亡政府的政權下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那天 媽媽抱的陰啊 太多太多的什麽 憤怒 孩子的感受如何? 惶恐 無助 無奈 媽媽抱著她 她可能說 為什麼媽媽把我帶到這裡來 她可能想了太多的問題 太極太極的Christmark 一個問號 對不對? 你看 台灣人的表情 那個無奈的感覺 阿嬤仍然還是為了生活 不得不去撿 一丁一丁 要維持她的生活 這就是架槓台灣人嗎? 這台灣人嗎? 你去看看 哪有一個是那個什麼? 六蚵仔 有沒有? 葉平改成六蚵仔嗎? 沒有 這就是本土台灣人 你們要重新的開始思考 因為你們成為台灣民政府的一級主管 當你當主管的時候 你怎麼改善他們的生活 有想念嗎? 你怎麼去改變他們人民 對他沒有眼淚 只有翻笑 沒有憤怒 沒有了愛 沒有這個無奈 滿了期望 不再撿垃圾 在那邊歡樂 六蚵仔調查冠謀 你會不會改革 能不能改變?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看見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認識 有信心 能夠這個法理 完成台灣民政府的宗旨 為他白信設想 有信心的幾首 我看看 有信心嗎? 有 有信心嗎? 有 我們必須要有信心 我們今天沒有信心 我們就到此結束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一定要用心勞改 這麼多的痛苦 我們白信 台灣人民的白信這麼多的痛苦 你今天當上了台灣人民的一級主管 你必須要完全的改變 從心態態度上 完全的改變 你才有時間 你才有精神 來完全的改革 使他不再有眼淚 從今天開始 因著我來到了這裡 我不再讓台灣人民掉眼淚 我讓台灣人民歡樂在這裡 這是我在領導之下 我做政府的一級主管 這是我的責任 我的義務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給自己再次的鼓勵一下 所以我們看見台灣唯有法理 只有法理台灣 因為它是日暑美戰 只有這個台灣民政府 才是我們目前的救生權 在這個茫陽的大海當中 我有一個法理救生權 脫離這個危險 我有法理的救生權 讓我們帶到平安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要有這樣的案件 挑脫 脫離 只有靠法理 這個圈 所以呢 台灣民政府這個local 有人知道 紅色是什麼 你看 來知道的幾首 好來 紅色的是什麼 日本對嗎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黃色呢 亞洲 你好做功課 很厲害的 亞洲 亞洲 那這個呢 這個青星 藍色青星呢 美戰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做的 是不是 美國做的 所以前幾次一個教授來的 他跟我講 這個是什麼意義 我說這個非常有意義 台灣的狀況 這個不是我們隨便畫 我自己就OK啊 這個是台灣目前的狀況是日暑 對不對 美戰 這個必須要映落在你的腦海裡面 人家一提到台灣你就說得非常清楚 它是日暑美戰 日暑美戰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看見 對於到了時候 我們就非常的感謝 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開始有了迎新會 迎新會 你看過我們迎新會 有看過那個節目嗎 那一年有參加的幾首 你們有看過那個影片嗎 這個新的氣息 新的希望 新的希望 新的希望來臨 是因為大家一再的努力 才有的成果 才有的成果 所以我們看見 這個為百姓色香 並不是只有靠嘴巴 能夠重行 這個就是我們 靠著大家的努力 大家歡樂 大家歌舞 來告訴所有的 世上的人說 你看我們台灣好好的美麗 好好的好的好 這是我弟弟 這個是保羅 這個是成文 你應該知道嗎 你看 大家都怨夢 一種期盼 為民色想 這是我們歌謡手的 我們歌謡手的 參議長 副州長 同樣來出現 所以我們看見 這種場面 令人何等的感動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 默默的更年 跟我們一樣 非常有體會 現在 人要還不夠 你們現在就要配合 這樣加起來 還剩六百個月 本來八百個月 還剩六百個月 還剩六百個月 還要努力 我們這裡 一個人搶三個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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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手 不可以手 幾個月 十個 不可以手的十個 我們鼓勵一下 我有看 不可以手 你要帶五個人以上 你帥妹 就是你 你帶幾個人 你要帶 要帶推薦幾個人來 我們還有六百多個人 越多也好 那你要帶十二位嗎 有沒有信心 有 你還是在做夢 來你站起來我看看 給我們年輕人鼓勵一下 來 你大膽宣告 我要帶幾個人 像他們講 你大膽的說 為了台灣人 你要宣告一下 你要帶幾個人 好 再次鼓勵 你要喊三次 我要帶十二位來 白起來 大的宣告 我要帶十二位同心 來 我要帶十二位同心 來 十三次 白起來 我要帶十二位同心 我要帶十二位同心 掌聲鼓勵 好請坐 大家都聽 正人很多 正人很多 知道嗎 你很幸福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當正的時候 年輕人以後 我們都會下來 年輕人 你們當正的時候 記得有一件事情 你不要廢除我們老人年金 好不好 你不要當正什麼都不管了 把我們老人年金都砍掉了 還沒有比他更多 來起來先告一下 我看看 有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啊 你不是說要二十個 沒有啊 這樣我聽不到 我們的努力 好不好 我們盡力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只能說一個人兩個 我們這邊加加多少 多少 差不多要搞啊 所以我跟你講 民主黨有提供 九月份 我跟你講 你們 好好等等看 九月份這件事情 完成以後 可能我們就阻擋什麼 我們的選舉 那表示什麼 咚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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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我們要用什麼 我們要用心去經營這件事情 用心去經營 我們才能夠造福 我們所有的百姓 這就是我們的宗旨 今天執政的團隊 新台灣 要從你開始 要從你開始 營造出一種新的氣息 在這個亞太地區 我們看見 在日本天皇 美國占領 有一些執政的團隊 這樣的用心 我們相信希望就在你我的手裡 我們也可以看見這個事實 我們這個時間也不會太長 我們今天看見說 執政團隊應有的智慧 跟應有的態度 進展話都跟我講 你要有相當智慧 我確認你來到這裡 你就有智慧 我確認你來到這裡 你絕對用心 我也確認你來到這裡 絕對能成功 為什麼 因為你有相當的智慧去判斷 你所選擇的路 絕對會帶給許許多多 我們的子子孫孫的幸福跟美滿 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當然要做這件事情 你的態度怎麼樣 要改 對不對 所以我從開始就是態度 台湾民政府的所有的官員的態度 從今天開始就要改 如果不改有一天 明天就要執政了 我還是這樣 我跟你們講 對不起 要改 所以他們很嚴格 現在內務都很嚴格 內務都要整 不整他們考試要扣分 從現在就要改 生活領域都要改 這些都是我們的目標 但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要有親和力 對群眾 對團隊 要有親和力 不可以表白 不可以狡猾 不可以無力 要有親和力 跟人接觸 那一種是愛的展現 你愛了台灣人 我相信你釋出一切 是滿了滋潤 你釋出推動 你來執政 你來執行 都感覺到是愛的一種什麼 洗滌 改善說 我這樣做是非常好 對不對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看見 所以今天我們必須了解一件事情 身為這個行政單位的 一級主管的智慧跟態度 要有什麼樣 要懂得看出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報復 你今天我看了那麼多人在這裡 我不是看到你們只有一個團隊 我是看到每一個人形形色色 太多不同的性格 你知道嗎 太多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盼望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報復 你是一個領導者 你必須就可以看出那些人他有什麼渴望 那些人有什麼需求 那些人有什麼 這個才華 你都必須要把他們當成為個體 你這樣的才能夠實 每一個人都順服 所以呢 以人的清善一個秘訣 在於認識到 即使是一個團體 你也必須把他們當成為個體 看到這麼完整那麼多的人 但是我看見我的眼睛一直在掃描 就看得出來他的性格 你作為領導者 你沒有這樣的一種sense 你沒有這樣的感 我跟你講 要不要帶人家要帶 你知道嗎 我們這裡的個性多多 你知道嗎 有的人說好有的人說不好 有的人說要這樣有的人說要怎樣 你做一個領導者你要怎樣處理 我們的孫妹怎麼處理 當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他說好了啦 準備好了啦 我們該做的事情 不必要有智慧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把每一個人 都當成為你 要輔導成全帶領的對象 所以呢 這個就像那個 這邊有一個將軍 這個喜華格將軍他說 能幹的領袖站在一排士兵面前 他所看見的是一排士兵 能幹的 我們只有能幹沒有用啊對不對 他只看見 但是呢 看到了 但是呢 偉大的領袖站在一排士兵的面前 他所看見的是四十幾個 一百多位的個體 我們要有這樣的訓練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看待 因為看見了每一個人都擁有報復 你們來到這裡幹什麼 報復嘛 要為你遮想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期望 每一個都有一個盼望 有埋了要報復 他都想要活下去啊 活下去要活得有意義啊 甚至不僅僅自己要活下去 還要使你的子子孫生跟著你一樣活得好好的 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盼望啊 是不是 他都想要有一個作為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在座裡有沒有做要 要有一個作為 我們要認真要努力 這樣的話這個執政團隊絕對是會成功的 是不是 所以對每一個人都專心 這個認真的努力的 我們必須跟他對話的時候 是講話也非常的自然的 不是自自化 不是刻意的 這一人群要建立一個非常好 就是親和力 所以有人到末了 每一次啊 很高的 他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那是你的自由啊 但是你在團隊裡面 行得通嗎 行不通啊 你到處會碰壁 倒楣的是誰 是你自己 所以我們要學習 我們要學習 若是說一個職業團隊 在連這一方面都不行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學習親和力的法規 法則 公眾與個人的親和力 在群眾的面前 我怎麼樣在短時間裡面 建立與它有密切的關係 但這個密切關係要有幾個等號 有些東西不是就可以行 有些東西保持距離 有些東西真的是在心跟心之間 成為你的team 成為你的一種支持者 成為你的一個夥伴 這些你都要去個別的建立這個關係 而且要學習聽話 學習聽話 聽眾的好朋友 成為聽眾的好朋友 當聽眾的這些人 你在聽我在演講 但是我會借的演講 把你拉近你我的關係 成為我們好朋友 借了這麼一個演講 以後碰到 其蓋能蓋傻蓋 你們就說 傻蓋好久沒有幹到你了 我說我在這裡 我們就變為拉近了關係 不再有距離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看見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 成為聽眾的朋友 但是身為一個長官 身為一個官員 攻心為善 攻心為善 不要搞心機 我們還是從保護他的 從他的心開始摸著他 讓他感動 覺得不能沒有你 不要只聽說 你看海多寬 我的愛就像海那麼寬 這個不慘的 這個我們必須要 紮紮實實的 從你的身教 從你的行動 從你的願意 從你的動作 然後感動 那感動 攻心為善 不要說我做官 你不行 你不行 不要用這樣的管理 我們來試身教 就從自己開始 得人之前就必須得心 我要取得你的信賴 我必須要從心裡面開始 被你完全的感動 你一感動 你就被我完全的征服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我們必須要這樣的看見 若是沒有這樣的看見的話 我們以後要做領導 非常的痛苦 所以建立關係 是一個一個的來 一個一個的來 所以以後將來 你在你的執政團隊裡面 我告訴你 你要有真的是學習 跟每一個隔眼 跟每一個職員 跟每一個人都建立一個 差不多都美好的關係 否則你要推動 都成了愛手愛腳 你必須從這一方面上 一個一個的建立 所以當你在說的時候 當你在呼籲的時候 他們都能夠聽話造作 他們就能夠聽話造作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要有一個美好的助理 我們給他一個鼓勵 我們宜蘭蘭蘭 他說 我是羅東的 因為我當高雄 當了三十幾年 聽到宜蘭蘭蘭 嚼勵 裸捏 那個感受不錯 感覺到好親切 再來 再來 我們的美女 來你站起來 他說三千 他現在移民到我們雙蘭 雙蘭 有人知道嗎 知道 你是讀紀元嗎 你讀三千 你讀三千 不怪你知道 百人知道 對不對 雙蘭 你敢有人知道嗎 雙蘭國家不道 宜蘭大同鄉 雙蘭國家不道 歡迎您去那邊玩一玩 去一邊好山好水好無聊 好山好水好無聊 你到那邊去現在不無聊 入口的時候 我弟弟在那邊 有一個叫什麼 卡拉OK 喝咖啡聊是非 不錯 到那邊去玩一玩 所以 親和力的 這一個 對不起 當你跟他親和 到無聊的結果 絕對是完美的 對不對 絕對是完美 你看有些時候 胡雄爹吐槽 每一次在那邊 他的隔離 就是說長官跟這個部署 都不合 有人就是討厭長官 有人在 所以呢 在後面一直打小報告 一直說那個 某某人不好 某某人不好 很多這個例子 當我接掌 這個高雄州州長 已經14個月 以前 有一陣實在 就是剛好 我們也是面臨一個問題 差不多即將全軍覆沒 然後臨時任命 接掌高雄州的州長 那十五個人而已 十五個人而已 那當中 我剛才拔桌 之後沒有多久 走路還要出門 腳也要出門 腳也要出門 我騎腳也要出門 我騎腳也要出門 所以很痛苦 但是我會感動 那十五個人變成現在 八個人 差不多要出門 幾個人 看到你高雄州 你看有這麼 船網路的手 高雄州的 看到我們高雄州的 網路的人舉手 那個人 那個凝聚 你知道嗎 我們的家庭 以前是那個鴨肉店 那個時候 鴨肉 鴨肉 對 鴨肉 鴨肉 但是十五個人 還沒有錢 你知道嗎 可憐 十五個人 沒辦法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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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油菜 要怎樣 打開 打開裡面 那邊是不是 內裡 就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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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 看起來 很舒服 另外這個也是 黑黑 這個人 大家都有產 目光做 這也是有 這都是 祭工 我們母 這樣母 差不多一禮拜 甘蚌子 站起來 目光 台灣人 可愛 看到這麼多 高雄人 一個高雄酒 很多的犧牲 還有奉獻 看到很多人 來到這裡 是說 我最想說 好解才有您 我本來是說 我才會說 你不能再走 你的身體不好 腳沒手 我到處就是睡而已 因為我愛睡 因為拜一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拜五 拜六 拜五 拜六 都來這裡 都沒什麼睡 你怎麼知道 沒有薪水 都自工 要了解 症病的人 跟病毒 所有的人 都是犧牲的 為什麼 亡人 敢是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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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 差不多要看得到 我現在是看得到 村三公車而已 你還在村三公車 他馬上會感受 就說 哎呀 不會啊 我跟他說 所以 看得到高雄車 我就會感動 我會感到 音樂是可愛 台灣人可愛 所以我 要唱一個 佛摩沙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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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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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施情的 感染 你若是說不感動 你走這條路很痛苦 你是一個人 共同努力 共同付出 你的感動到 腳腳腳腳 都沒關係 我有一天跟我說 有一天我若是說 運氣走都沒辦法 我背到這裡 為什麼 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我會痛苦 腳腳腳腳腳 我站在這裡兩點鐘 好處才有臉 看到臉我就 忘了我的存在 你知道嗎 所以不看到你 三分鐘我就怕一怕 腳腳馬踩 看到臉 看到愛都在這裡 愛台灣的心都在這裡 我能說腳毛手毛嗎 我能嗎 我不可能 我就說因為你的愛的支持 你人物台灣 為了特特法理論書 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我們共同努力來打拼 我必須更站起來 將我發酸的腿 下垂的手 頂起來 今天裡面有你說 七倍強的靈 剛強我 使我更茁壯起來 勇敢地向前走 這是我的目標 今天我們要有好感動 來完成這條路 一個人回到回來 來看你的驚孫 有一個目標在那裡看 在那裡再到一個眼望 你必須要完成 告訴你的兒孫 我能力的結構在這裡 你會相反 你會相反 我們做不夠 我們做不夠 我們時間也沒多 對不對 我們要努力打拼 所以今天 我們一定要學習 我們一定要去學習 互相努力 互相勉勵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懂得 怎麼樣去完成 這項的任務 我們自己從學習開始 除非你先感動人的心 做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感動人的心 你否則你無法叫人 你無法叫人付出於行動 要畫一兩下你簡單嗎 不去看看你猜拳 來來來來來 看著我 黑馬鯊 你對我走好不好 還說你笑的 是不是 那不可能 你畫一聲馬上就對人家 對他對你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你先把感動人心 對不對 我們今天擁有法理的論述 成為我們生命的元素 這麼好的東西 當然你要站在那邊說 我跟你說 今天我得到法理論述 才知道真正的問題 能夠解決台灣的問題 當有一個人說你笑的 有一個人說真的嗎 有一個人說這樣要找 三種的人對不對 叫你笑的人不用去插 還有一種馬鯊有這個 齊胖的人馬上就就去我們家 來喝咖啤 我還來爭一包 好好的分享 這樣才能夠成功 所以呢 那位帥妹 她說她要完成十二位 我相信她有既定的方向 對不對 看人就知道有智慧嘛 笑 這也不錯 所以得人之前 別人先去得心 這個是最重要 我們必須清楚 話充滿了熱情 我們講話 不要太直率 啊呃呃呃呃呃呃呃 奇怪這樣一樣 人家來不及聽懂你的話 你話要慢 然後你的眼睛看人 看人 看他有沒有注意聽我那句話 你要去尊重他 然後把話說出來 最温柔的話說出來 听到你的话就很感动 然后他是会用心的 用心的去聆听你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话的内涵 所以因此他就容易被你完全的感动 对不对 所以讲话不要 你听我吗 我知道你讲什么 我们不要 我们要懂得 所以我们要学习上课 好好看法理论术 所以话都令人觉得很新鲜有趣 所以你讲话的时候 当你谈到法理 你不要马上说 你是中国话 我是怎么 两个马上去对立 很多人 说话没两句 你就是中国人 你这没话 到时候本来是好的 结果是这样 我是说 你敢是中国人 我是啊 我妈妈还是 我就大这样 我才生这样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没相信 你有什么东西证明吗 我说这个的时候我就笑咪咪咪嘛 对不对 你有什么东西证明吗 有啊 我拿身份证给你看 我说你拿身份证给你看 你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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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是什么 中华美国 中华美国 对嘛 你不是台湾人 我就说你不是台湾人 他就开始 嗯 对不对 你不是你看我的 我拿我的ID给你看 你订阅看 台湾政府 对不对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没有同样的地方在这里 你会再问 你要知道问题 慢慢的 用这样的模式 渐进的跟他谈一谈 就很容易 你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跟他形成对立的 然后就形成辩论 辩论 辩论没有成果 不要辩论 好不好 不要辩论 让他有自信 带进所有听众 有一个希望跟安全感 安全感 安全感 然后所以呢 我们要做领袖得知到人之前 必须得人的心 我今天讲到这里是因为我们都要做一级主管 除非你要做 增加来的 人家 人家 不用插手 要送杯 来来来 那个村长报告说要那个 做村长也不错 可以什么 五点半 村长报告 村长报告 现在宣布庭经 要领导五千块 对不对 不错 在那一段时间 可以 村长报告 不错 对不对 哪里不好 所以阿美族说 那么好 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 我们都必须学习 我们没有学习 我们医疗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振入 所以我们建立关系也是要一个一个的来 一个一个的来 所以这个秘诀在哪里 这个亲善的秘诀在哪里 每一个人都有抱负 都想好好活下去 在座的人不想活下去的基层 我怎么笑 大家都是想要好好的活下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活下去就要用心 我怎么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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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请摩托车 到明生路 看公园里面 还有费用 他们都会集结在那里 都会集结 有一个名人 两个都是名人 没有一个名人 左是男的 推推推推到那边 就是这样 旁的老太太 不知道是什么人 外似外论都带走了 名人是这样 老太太是这样 那時候我們所講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到了一個年齡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被人操弄 那時候實在是沒有價值 但是我們若是在這個環境當中 我們能夠把自己操作 這個社會帶進來那個意義就不一樣 我們也知道 這個人生的許多的真相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我們都想好好活下去 但是要想所有的作為 這個我們也都要想有作為 我們所做的我們所行的每一件事 都若是用心去努力的話 我相信你會成功的 所以在這裡 我們知道說這個領導能力 最主要的是怎麼樣呢 我想這個三學不談 因為時間的關係 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重點我在這邊 在做一個 一個差不多是一個結論 我們的這個目標 我們的政策的構成 今天台灣民政務長期性 它施政管理 一般會形成幾種層面跟層級 第一個使命 現階段的使命是什麼 我們一起唸 為台灣的 國際地位 正常化 這是我們今天 既定的使命 我們為 要使台灣 在國際地位 正常化 我們先唸一次 為台灣在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我們的什麼 使命 我們還有一個願景 願景是什麼 法理的 運動了台灣的地位 法理的 運動了台灣主權的地位 有沒有可能 有 但是需要什麼 需要我們這一群人 對不對 需要我們這一群來 運動台灣的主權地位 那我們還有沒有目標 有 有沒有目標 有 我這個目標 既定的目標是什麼 這是我們既定的目標 但是我們已經有完成 即將完成了 他也慢慢慢慢的 離開了台灣 住到哪裡去 金門馬祖 平潭島 對不對 平潭島是黑白來的嗎 有計畫性的 現在起到華年水 所以那個錢 那錢是什麼錢 那錢 所以我們的錢 我們的政策是什麼 為台灣白心設想 我們的政策是為台灣白心設想 我們要每時每刻 好好的注意 我們絕對要為白心設想 我們的戰略是什麼 美國的要求多少 包括我們對不對 還有差多少 每一個人兩位的話 已經達到多少 快了嗎 有的 就每一個像妹妹那樣 像小姐那個 我們的美女那樣的話 你看 我們家就夠了 我們現在開始 就開始升起典禮了 我們真的還是要 真的12 做到12找我 好不好 我會大大的頒獎 OK 好 我們下次給大家鼓勵一下 不要忘了 每一個掌聲都有目的的 完成任務 你只有一個人來嗎 有沒有親戚 你爸爸哪裡 他的阿嬤 阿嬤 爸爸 來站起來給他們鼓勵一下 可以來可以來 三個人起來 你也起來 你也起來啊 還有誰 還有嗎 來來來鼓勵一下 鼓勵一下 謝謝 好來請 你看我們都可以這樣帶來 不是很美嗎 是不是很棒 所以我們更希望 我們大家 都共同努力 努力打招 完成 既定的任務 四千人 每一個人都有ID ID以後的福利 我好你感知 對不對 所以呢 直到今天 我還是感謝你們 最後一刻 仍然有你的同在 我們也更能夠打拼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到此說聲 謝謝 謝謝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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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好和好困難 會